张兰直播又被骂故意卖惨了 近日张兰在直播时称每天出镜都是自己化了妆 无论多大场合都是亲自化妆 包括走红摊也是一样 张兰之所以没有请化妆师帮忙 是因为请化妆师需要3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1.3万新台币 而张兰舍不得花钱 张兰这番言论已难以众网友的吐槽 被质疑为了卖货故意卖惨 不可能连3000元都拿不出来 还有网友感叹张兰作为母亲真的很卑微 王小飞能给张盈花大笔钱 张兰居然连化妆都舍不得出钱 此前王小飞被曝光给张盈盈在老家买了价值百万的大豪宅 在北京还给她买了豪车和钻戒 转账数目也都是以万计算相当大手笔 那时候就有不少网友嘲讽王小飞给张盈盈的钱 都是张兰直播卖酸辣粉挣来的 估计她也没想到赚的钱最后到了张盈盈的手里 而大S之前也没少为张兰买东西 同样非常大方舍的 虽然能理解张兰对王小飞的爱物之心 不过偶尔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没必要生命的也常撑撑直播 好好对待自己吧